那很多花儿呢 在春天的时候会给花换盆 问我说春天换盆注意什么 首先呢 跟大家说说选盆啊 第一 你不要选过分大的 一般来说呢 你要这盆花种到这个盆里边啊 基本上是刚刚好 但是稍微有点小 你在大一会儿呢 你可以选择这么大一号的 明白了吗 你别过分 你别上来给我整个这么大的 比如说为什么 我就跟我大舅子一样 他说 老阿姨 我谈女朋友 我说那你找个年龄相当的 别找年龄太大的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你自己想想吧 因为包括干湿循环方方面面啊 它的这个反应周期啊 是比较慢的 它不利于根系的发育 你听得懂吗 这吧 第二个是那就比较喜欢很深的 当然了 除了一些跟那种 根系特别发达的植物除外啊 你是上来 你找个又大又深的花鼠 你知道种到了 你一定要明白 植物长得快 首先得根长得快 根长得快就是空气要好 就是整体的花盆要排除周期 要有氧气 无氧气是不生根的 明白吗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肝丝循环要快 你要植物在六二肝的时候呢 他会去找水喝 他会拼命长根 你说对吧 你给他憋激眼了 资料上都会长气根 是这个道理吗 大盆不是不行 不理智懂了吗 因为我大舅子现在谈的女龙又60岁 人人都给送个法拉利那那那行那行啊 这一个是在一个呢 换盆就不要埋得太深 可能换有换盆的时候就这样弄下去 呼噜呼噜 整个的给埋深了 不要 你换盆之后的土平面跟他现在的这个土平面呢 要尽量的怎么拿持平 给大家打开 就这样看到没 哎 就种这么深 下面都是土 听得懂吗 说吧 换盆不是代表换土换盆是什么时期都可以操作 主要是把盆土给把握住了 你要土的话呢 尽量选择松软吐气的 老花衣也是卖土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 对不对 花盆盆土 想得好了 别的问题都不大了 肥料可以该给的就给啊 因为在春天的时候万物会复苏 不过也要看你们当地的气温 我们这两天又降温了 你搞不好有的植物还会冻死呢 我们还得做加温 好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伙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的关注 老花衣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专一 来到车宝 嗨 嘿嘿 嘿嘿